接下来我开始去铺色 铺色的时候先走它这个 先走这个暗部 用这个石壁软一点 但是铺的时候不能够太重 轻一些 轻轻的抖 然后整个这个底下 走底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暗部的形状输住 千万不敢把这个形化跑了 这个地方都是背光 先统一它是收光和背光的面 这也是背光 这边也是背光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光区 把八火烧都是背光 这里边 然后一截到这儿过来之后呢 全是背光 统一一下 然后这个侧面 整个这个侧面它都是背光 先统一收光 然后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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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整个暗部 现在基本上受光背光 它两个区域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还不够 然后我们把它的最重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暗部区分开之后 比如说它这个鼻孔鼻底这块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包括这 它有一些交易线上的一些重的 特别重的一些最重的那一类颜色 我们可以再去加强一下 加强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它的形 形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 包括这个下面也是背光 但是这里是有一些的 但是也很重要的 这片子很漂亮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 这边是一层的 这个是一层的 这样就会再去那边 或者这个是一层的 这个是一层的 是一层的 包括这些 并不是说统一就行了 统一了之后里边还有变化 让这加一下 不是所有地方都加 所有地方都加就没有区别了 只是相对比较最重的那一类 然后再跟一下 让它这个背光面里边它就是有变化 它就是有这个统一的一类颜色 它就变成了两类颜色 它就变成了一类颜色 包括这个地方 它就变成了一类颜色 强调一下再 剩下的还是要放松 这个地方相对要正一些 画的时候还是很放松的 没有太多的这种 前面的越放后面 它有可能才能画得越深入 这个里边呢 这个这个煤光非常的有意义啊 就是说它既要考考验 我们能把它这个深度化 化出来 就是这种空间的这种深度 还要保证它是这个这个里头虚实 里头的 那不会说是在一个地方 在某一个地方呢就是画很多 还是整体的去在画面整个所有的地方去 去调整 那这个画面呢 它就有两类啊 暗部里边呢 它就有两类颜色 变成了三类颜色 看上去呢 不是一个平的了 有变化 然后包括它这个 外面放松 两类颜色 这是瘦光的区域里边的 比较重的颜色 瘦光区里边比较重的 也就是说背光区里边 现在是有浅的 有这个深的 这个浅 这个深 它有两类 然后背光区里边 瘦光区里边也要有两类 一个是白的这种 纯粹是白 一个是这个灰 就是属于颜色的一个归类 归纳 到了这个右边 它就从外面重 长的线 再拖一下 再进一步的再去调整它这个关系 包括这个物体的暗部 以及背景的深厚区 然后前面 然后调整的同时 再注意它这个形 一些具体的形的一些区风 像这块稍微再压一下 一个高 卡住 然后往外推 所以铺色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 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 走一点 再来 这个点呢 当然这个形呢 在铺的时候 还是去铺色的时候呢 还是修行 修行的同时呢 还是从外面开始修 从它这个外面 外形上面开始修 里外结合 但是画的时候呢 是先画外面 它这样的话就比较快了 这个地方交叉 就是用线了 放松 到外面呢 就弱了 弱了 这块呢 按的 然后到这就弱一点 把这个变化呢 尽量往开拉 可以到这个局部 这个地方呢 轻轻的卡一下 有选择的 有选择性的去图 然后这呢 就弱了 然后先去卡这 轻轻的带一下 带一件 这块呢 按的 然后这个右侧 这稍微压一下 右侧呢 重一些 因为笔比较软嘛 所以扑起来 它就比较快 好 外面呢 放松 这样的 然后这个外侧 可以稍微重一些 好 那这样它这个里外还是左右 它就形成了一个对比 对比的一个关系 当然铺色还是比较放松 这个画的是比较放松 这个投影可以稍微重一些 然后投影 很快 投影重下去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再压一次 这块它对比比较弱 虚 然后底下 还是弱一些 看下去可能比较 比较松散 但实际上 还是要有一些的预设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里头其实现在不需要铺了 里头不需要铺太多 铺太多反正就是它容易擦了之后容易胶 现在这个铺色我们就铺这么多 因为这个纸呢是相对比较软啊 就是比较毛一些 是这个老美院的纸 然后铺色我整个用的是石壁 就是颜色其实看上去现在比较淡 但是实际上擦一下之后 它马上会变得非常深 包括这个上面都是用这个石壁铺的 所以说它铺的时候 它就没必要去铺的特别深 那铺的特别深的时候一擦 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焦啊 那个黑就去暗部就变得不透了 所以这个铺色我们就铺到这就可以 就这一步 还是折成这样的这个夹 呃先去呢把这个形给收一下 或者先去擦这都可以啊 都可以 到这个边上的时候稍微收一下注意一下 因为它这个深度呢 还是对于后面塑造的时候来说 它还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 不过说说是显得很懵很堵 就是这个大的一个座位 那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些 走上它这个 形啊就是整个都变得比较虚了 就有些地方就变弱了 就有些地方就变弱了 看下这块呢就有点相往一起粘的这个意思 啊这个底下也是比较重 这个可以多揉一揉啊多揉一揉 因为前面画的比较放松啊 整个这个右线呢特别的 畅快 所以说这边呢是比较稍微多揉一揉的 这样的话呢保证它的一个 就是不至于太乱 好这是这个背景 其实背景擦完之后呢物体我可以稍微挺一下 那这个都是活的啊都是活的 不是说擦呢就是说所有只能擦不能画不能调整 不是啊它是它是活的 然后比如说背景擦了之后我再去把它收拾一下 收拾什么呢收拾它这个背景和物体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比如说像这些地方稍微调整一下 肩膀呢也不用太太软啊 这个线是4B有点软 可以换个2B 那用2B 这个就刚好啊非常舒服 如果说你的笔用对了画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啊就是用线呢还是要放松 相对还是要放松 只是不像刚开始那么狂野 比如说像这块里头它是亮的 那么需要拿这个 橡皮呢把它这个 里头收拾一下 那整个这样的话的话你会发现非常轻松 它不会不会吃力啊不会出力 因为它是有选择性的啊 去抓重要的地方 然后下面这是很明显 它是亮亮的 先给它提提成白色 提成白色 但你看跨的时候不是所有地方都卡啊 它是有选择的 不是一圈都累一下 那就显得太紧了 只是比较突出的一些点呢 把它强调一下 我们肯定会发现这一块它就有个强弱的 嗯 就对比了 然后包括这个边缘 所以这样呢其实很快 你能把这个收拾一遍 然后这个地方它都是亮的 然后包括这儿亮的 亮的地方一定要去强调 只是亮的关系要非常的明确 亮的关系绝对不能入入了 直到这一块也是 橄标 limp 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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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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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体边上 物体的边缘上面 因为这个边缘呢 边缘的这个背景 它是跟空间有关 同时呢 还跟这个形体形有关 其实也有关 它更重要 这边缘的边缘 这个往里说这边整体它是虚弱一些 那最主要是石的地方左侧 我们通过这样的线把这个背景也调整一下 也是可以 这次我们画这个背景就会相对放松 不会是画的非常的整相对还放松一些 然后比如说画到这个的话呢 我们顺着它这个 然后把它这个里边的暗部 再强调的再强调一下 否则一擦它就没了 因为这块颜色是特别弱的 这块也是 整体强调一下 然后包括这些石的地方 这是这个暗部 因为现在是2B 所以说不怕它黑 2B它不会黑的 就把这个大面积的这个里边的颜色呢 再调整 包括这个右侧这儿 这都是需要去再重一些 它不重呢 它和背景容易活到一起 那这个卡住就要往里面推 那这个卡住就要往里面推 这卡的一些 醒了稍微收一下 稍微收一下 然后这个擦的时候呢 我们先从这个五官啊 就是从鼻子眼睛这块开始 把这个擦的时候折尖一点 这个折尖一些 从这儿开始 这抓的时候 还是抓它这个重的地方 可以慢一点 因为这个擦的同时呢 其实也等于是在塑造了 慢一点 关系呢 把它擦出来 擦好了 这一步呢 擦好了 下一步特别省力 就像铺色铺好了 那这一步擦的时候特别省力 为了下一步塑造比较顺利呢 我这一步要擦的时候慢一点 把这个该擦的这种 你看这个交界线的宽度啊 以及它的这种深浅的变化 形状的变化 尽量的擦出来 那这样下一步呢 就非常的轻松了 先抓这个轮廓 这是这儿的形 形那一定要收住 形收不住一切都没有用 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物体的这个暗部呢 和这个背景 它这两个这个内容呢 它擦的时候 它分开 分开来去做 这样的话更 能够走得更深入 像这个里边呢 不是特别深的地方 我们拿手指 轻轻地带过就可以了 如果拿这个纸呢 它可能就会太深 过于深了 还是要考虑它的形 每一个地方 它这个形呢 都要考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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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一个人 好吗 好吗 来厉害 好吗 往这个边上该软的地方 像这个软的地方 我们拿手指就可以 特别浅 手指就能完成 就必须要用纸巾 这样擦完之后 它就会比较深入 比较重的地方 才用这个纸巾 这个侧面也跟上 然后走鼻底 鼻底还是像这个交界线的地方 要重点去抓 这些重点抓 这是整个底部统一一下 好 然后这个边缘 拿橡皮往起提 因为这是受光 受光 这个眼睛擦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它行高低 可以适当的去调整 那这样它擦的时候 就会相对比较灵活一些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鼻梁的这个形收住 这个形收住 同样这个大面进到它 手指 这样它就比较透 不会蒙 不会擦黑了 那擦这个小的这些地方 尤其它面积越小 就是越容易擦蒙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讲究这个技巧 然后这个顶上也跟上 然后这个顶上也跟上 我先重点抓形 然后这边也是行 这种浅的地方我们用手指 这样它就会有变化 不会擦蒙了 这个按部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先抓它的转折 转折抓住 变化抓住 变化抓住 然后这个 还有变化 这也有变化 都是先抓形 里头我们拿手指轻轻的带一下 统一一下就出来了 就比较透气 不会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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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这个地方该种了呢 往下种 然后这一块统一啊 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暗部 继续统一起来 但是统一了还是不够的 它还是有变化里边 只是比较热 只是比较虚 这么多变化呢 我都要去考虑它 就是比较完整 不能出现这种半截 散的 散的 散的情况 然后这些地方小了 然后这些地方小了 有一些这种特别弱的 虚的 这个画面呢 整个画的还是非常的放松 没有去拘泥地抠 拒绝去抠啊 这样的话 整个画面会更加的流畅 包括一些画的过程中 有一些特别浅的灰呢 我们收拾就跟上它 我们是整体入手 不是说先画了暗部再画亮部 先画了这个背景再画物体 不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整体走 这擦完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个可送呢 擦了之后把它这个亮部 给它提一下 这样呢 它就会画面变得更整了 没有琐碎的一些小的变化 小的东西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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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